如果你是房产投资者的话 你要如何更加快速更加安全 出租你的房产呢? 我相信SpeakHome可以帮得到你 大家好,欢迎收看M-Business 我是财经作家袁岳 此影片由SpeakHome赞助 感谢SpeakHome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只需要用一百令吉 就可以让你变成包租公、包租婆的理财工具 如果熟悉我的朋友 他们都应该知道今天我想讲的topic就是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中文叫做产业投资信扩基金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是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它用来投资商用房地产的 一种投资工具来的 首先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它就会利用一大笔的现金 在市场上买下了很多的商用房地产 比如说Shopping Mall 工厂 私人医院 或者是酒店等等这一类的商用房地产 将这种商用房地产 出租了给租户之后 那么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就会向租户收取这个租金 收取的租金再扣除了所有的营运成本 他们就会把这些盈利派发了给股东 如果租客的生意欠佳 那么他自然无法租付租金给这个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相反 如果租金是来自大客户、大企业、大品牌 那么他们租付租金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了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首先要怎样知道 这个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这个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其中一个最好的办法 就是阅读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因为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 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它必须要披露它里面有哪些租户 以马股工业资产为主的 ASC STREET 它旗下其中一个租户就是NESLAIR NESLAIR是什么公司呢 NESLAIR就是生产MILOG MAKIMAN的公司 MILOG MAKIMAN就是我们家家户户 都有的一个产品来的 都有的一个使用 那么以这么强大的公司来说 它支付租金多半肯定是没有问题 如果你有NESLAIR这样的租户 我相信你应该会很开心 如果你是房产投资者的话 你要如何更加快速更加安全 出租你的房产呢 要找到一位准时交租金的好租客 其实挺不容易 我相信Speak Home可以帮得到你 因为目前的Speak Home 它有超过50万的下载量 而且每个月还有超过20万的人 在浏览这个网站 同时它也提供了高达4万2000令吉的保险保障 相信这个平台是可以帮得到你 出租你的房产 找到一个好的租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